第119回假投降巧计程虚化在寿禅一样化葫芦 却说终会请将为祭义收邓爱之策 为曰 可先令监君卫冠收爱 爱若杀冠 反情时宜 将军却起兵讨之 可也会大喜 虽令卫冠引数十人入成都 收邓爱父子 冠手下人指之曰 此事中司徒令邓征熙杀将军 以正反情言 且不可行冠曰 无字有记遂先发习闻二三十道 其习曰 奉赵收爱 其余各无所问 若早来归 绝赏如先 敢有不出者 灭三族随备砍车两成 兴夜望尘度而来 笔集鸡鸣 爱部将见习闻者 接来投败于未冠马前 时邓爱在府中为其 冠引数十人突入大呼约 奉赵收邓爱父子 爱大惊滚下床来 冠斥武士赴于车上 其子邓中初问 一北桌下赴于车上 府中降丽大惊 欲待动手抢夺 早望见尘头大起 少马报说 中司徒大兵道 众各四散奔走 中会与将为下马入府 见邓爱父子已被赴 会以颠踏邓爱之手 而骂约 养独小儿 何敢如此 将为一骂约 匹夫行仙侥幸 亦有今日焉 爱意大骂 会将爱父子送付洛阳 退入成都 尽得邓爱君马 威声大振 乃未将为约 无今日方衬平生之愿 唯曰 西寒信不听快通之说 而有魏阳公之获 大夫众不从范里 于五胡 足福建而死 思二子者 其功名岂不赫然哉 胡以厉害未明 而见己之不早也 金公大勋已就 威震其主 何不泛舟绝技 登峨眉之领 而从赤松子游辜 会孝曰 军言差矣 无年未四询 方思进取 岂能便孝此退闲之事 唯曰 若不退闲 当早图良策 此则民工智力所能 无凡老夫之言以 会辅长大孝曰 博曰之无心也 二人自此 每日商议大事 唯密与后主书曰 望陛下忍数日之辱 唯将使设计 威而复安 日月忧而复明 必不使汉使忠面也 却说忠会正与将为谋反 呼报司马昭有书道 会接书 书中言 吴孔司徒说爱不下 自屯兵于长安 相见在近 以此先报会大经曰 无兵多爱数倍 若但要我其爱 进宫之无独能伴之 今日自引兵来 是以我也 遂与将为尽意 为曰 君宜臣则臣必死 岂不见邓麦夫 会曰 无意决矣 事成则得天下 不成则退西蜀 亦不失作刘备也 为曰 禁闻郭太后新亡 可诈称太后有一诏 教讨司马昭 以正视君之罪 据民工之才 中原可席卷而定会曰 博曰当作先锋 成事之后 同享富贵为曰 院校全马威劳 半孔诸将顾乎尔 会曰 来日元宵佳节 于故宫大张灯火 请诸将饮宴 如故从者尽杀之 为暗喜 次日 会为二人请诸将饮宴 述寻后 会直悲大哭 诸将经问其故 会曰 郭太后临崩 有一诏在此 为司马昭 南缺士君 大逆无道 早晚将篡位 命无讨之 如等各自签名 共成此事 众皆大惊 面面相去 会拔见出窍约 为令者斩 众皆恐惧 指得相从 话自已毕 会乃困诸将于宫中 严兵尽手 为曰 我见诸将不服 请坑之会曰 无以令宫中决一坑 致大棒数千 如不从者 打死坑之时 有心腹将丘剑在侧 见乃护君狐猎 部下救人也 时狐猎 亦非奸在功 见乃密将中会所言 报之狐猎 猎大惊 气告约 无而胡冤 领兵在外 安之会怀此心焰 如可念向日之情 透意消息 虽死无恨见约 恩主勿忧 荣某图之 遂初告会约 主公软奸诸将在内 水时不变 可令一人往来传递 会肃听丘剑之言 遂令丘剑 会吩咐约 无以重视脱辱 修得泄漏 见约 主公放心 某自由谨言之法 兼按令胡列亲信人入内 列以密书复其人 其人持书 火速至胡冤营内 细言其事 呈上密书 冤大惊 遂便是诸营之之 众将大怒 即来冤营商一约 我等虽死 其肯从返辰 冤约 正月十八日中 可咒入内 如此行之 兼君为贯身洗胡冤之谋 即整顿了人马 令丘剑船与胡列 猎豹之诸将 却说 中会请将为问约 无夜梦大蛇数千条咬无 主和己兄 为约 梦龙蛇者 皆极庆之赵也会喜 信其言 乃为为约 七丈已被 放诸将出问之 若和 为约 此辈皆有不服之心 久必为害 不如成早录之 会从之 即命将为 领武士 网杀众位将 为领命 方域行动 忽然一阵心疼 昏倒在地 左右扶起 半赏方苏 呼报 宫外人声沸腾 惠方令人叹时 喊声大震 四面八方 无限兵倒 违约 此必是诸将作恶 可先斩之 呼报 兵已入内 惠令闭上殿门 使军事上殿屋 以瓦机之 互相杀死数十人 宫外四面火起 外兵 砍开殿门杀戮 惠自撤见 严厉杀数人 却被乱箭射倒 众将削其手 唯拔剑上殿 往来冲突 不幸心疼转家 唯仰天大叫曰 无计不成 乃天命也 遂自吻而死 十年五十九岁 宫中死者数百人 魏冠曰 众军各归营所 以待亡命 卫兵争欲报仇 共抛为父 其胆大如鸡卵 众将又进取 将为家属杀之 邓爱部下之人 建忠惠 将为以死 遂连夜去追结邓爱 早有人抱之未冠 冠曰 是我捉爱 今若留他 我无葬身之地 以护军田旭曰 习邓爱取江游之时 欲杀戌 得众官告免 今日当报此恨 官大喜 遂浅田旭 引五百兵 赶至免主 正欲邓爱父子 放出砍车 欲还成都 爱只倒是本部兵道 不做准备 欲待问时 被田旭一刀斩之 邓忠亦死于乱军之中 后人有诗探邓爱约 自幼能筹化 多谋善用兵 宁谋之地里 仰面时天文 马到山根断 兵来时净分 功成深被害 魂绕汉江云 又有诗探中归约 调年称早慧 曾做秘书郎 妙计青丝马 当时耗子房 寿春多赞化 剑阁显阳 不学陶珠隐 游魂碑故乡 又有诗探江美约 天水夸英俊 梁州产一才 戏从上府出 数奉武侯来 大胆应无惧 雄心是不悔 成都生死日 汉将有余哀 却说江美 忠慧 邓爱已死 张义等 亦死云乱军之中 太子刘玄 汉受廷侯关仪 皆被魏兵所杀 军民大乱 互相践踏 死者不计其数 寻日后 甲冲先至 出榜安民 方氏宁静 刘魏冠守成都 乃千后主傅洛阳 只有上书令凡见 市中张绍 光露代赴乔州 等数人跟随 廖话 董爵皆脱并不起 后皆忧死 十位警员五年 改为贤夕元年 春三月 吴将丁凤 剑属已亡 遂收兵还武 中书臣华和奏 吴主孙修曰 吴 属乃淳池也 淳王则耻寒 陈廖司马昭 伐吴在即 其陛下身家防御 修从其言 遂命陆逊子陆亢 为镇东大将军 领荆周墓 守江口 左将军孙义 守南徐诸处爱口 又沿江一带 囤兵数百营 老将兵奉 总督之 以防卫兵 剑宁太守霍哥 闻成都不守 肃福望兮 大哭三日 诸将皆曰 既汉主师位 何不肃将 意气未曰 道路隔绝 为之无主安危若何 若为主以礼待之 则举成而将 未为完也 万一微辱无主 则主辱臣死 何可降乎 纵然其言 乃使人到洛阳 探听后主消息去了 且说后主之洛阳史 司马昭已自回朝 昭则后主曰 功荒淫无道 费贤施政 礼仪诸禄 后主面如土色 不知所为 文武接奏曰 属主既失国际 兴早归降 仪设之 昭乃风扇为安乐宫 赐住宅 月给用录 赐卷万匹 同帝百人 子刘瑶及群臣凡贱 乔州 西政等 皆封侯爵 后主谢恩出内 昭耶皇后 渡国亥民 令武士压出世曹 凌迟处死 时获一探听的后主授封 遂帅布下军事来将 此日 后主轻易司马昭 辅辅辖败谢 昭设宴款待 先以为乐武戏于前 蜀官赶伤 独后主游喜色 昭令蜀人 半蜀乐于前 蜀官进阶堕累 后主嬉笑自若 久之半憨 昭为贾冲曰 人之无情 乃至于此 虽使诸葛孔明在 亦不能辅之九泉 何况将为乎 乃问后主曰 波思属否 后主曰 此间乐 不思属也 须于 后主起身更衣 戏政根治乡下曰 陛下如何答应 波思属也 常理在问 可气而答曰 仙人坟墓 远在属地 乃心惜悲 无日不思 进宫必放陛下归属 以后主牢记入席 久将危罪 昭又问曰 波思属否 后主如戏政之言以对 欲哭不泪 遂避其目 昭曰 何乃思戏证于曰 后主开幕经史约 诚如遵命 昭及左右皆孝之 昭因此身邪 后主诚实 并不疑虑 后人有时探约 追欢作乐孝年开 无念威王半点哀 快乐一乡望故国 方知后主是庸才 却说朝中大臣 因昭收穿有功 遂遵之为王 表奏为主曹患 时患名为天子 时不能主张 正皆由司马氏 不敢不从 遂封进攻司马昭 为晋王 侍父司马亦为宣王 兄司马氏为井王 昭妻乃王宿之女 生二子 常曰司马炎 人物魁违 立发垂地 两手过膝 聪明英武 胆量过人 四曰司马忧 情性温和 恭俭孝替 昭甚爱之 因司马氏无子 四忧以及其后 昭常曰 天下者 乃无兄之天下也 于是司马昭 寿风晋王 玉立忧为世子 山涛建约 费长立右 为礼不祥 甲冲 何增 裴秀易建约 长子聪明神武 有超市之才 人望继貌 天表如此 非人臣之相也 招犹豫未决 太魏王响 司空寻易建约 前代力少 拖之乱果 愿殿下司之招 遂立长子司马炎 为世子 大臣奏称 当年乡武县 天将一人 身长二丈鱼 脚继长三尺二寸 白发苍然 着黄丹衣 果黄金 挂离头杖 自称曰 无乃民王也 今来暴露 天下宦主 力见太平 如此在是游行三日 忽然不见 此乃殿下之锐也 殿下可待十二流冠冕 见天子京旗 出井入壁 乘金跟车 飞六马 晋王妃为王后 立世子为太子 招心中暗喜 回到宫中 正欲饮食 呼众风不语 次日 并威 太位王翔 司徒何曾 司马巡以 及诸大臣 入宫问安 招不能言 以守指太子司马炎而死 十八月新毛日也 何曾曰 天下大事 皆在晋王 可立太子为晋王 然后祭葬是日 司马炎及晋王位 奉何曾为晋丞相 司马望为司徒 石包为票旗将军 陈谦为车旗将军 使父为文王 安葬已毕 言赵甲冲 陪秀入宫问曰 曹操曾云 若天命在无 无其为周文王呼 国有此事否 冲曰 曹氏受汉禄 孔人议论窜逆之名 故出此言 乃名叫曹丕为天子也 言曰 孤父王比曹操何如 冲曰 曹虽公盖华下 下名为其威而不怀其德 子批忌业 差异慎重 东西驱驰 未有凝碎 后我宣王 景王 累奸大功 不恩施德 天下归心久矣 文王并吞西蜀 功盖还语 又其操之可比乎 言曰 曹丕上少汉桶 姑且不可烧魏桶焰 假冲 陪秀二人再败而奏约 殿下正当法曹丕 少汉故事 附诸受禅谈 不告天下 以及大魏 言大喜 次日待见入内 此时 魏主曹患连日不曾设朝 心神恍惚 举止失措 言直入后宫 幻荒下御踏而迎 言作弊 问曰 魏之天下 谁之利也 幻曰 接晋王副祖之刺耳 言孝曰 无官陛下 文不能论道 武不能经邦 何不让有才德者主之 幻大经 口经不能言 放有皇门侍郎章杰大和曰 晋王之言差矣 昔日魏武祖皇帝 东荡西楚 南征北讨 非容易得此天下 今天子有得无罪 何故让与人焉 言大怒曰 此设计乃大汉之设计也 曹操邪天子以令诸侯 自立魏王 篡国汉氏 无祖父三世虎卫 得天下者 非曹氏之能 十四马氏之利也 四海贤之 无今日岂不堪少为之天下夫 杰幼曰 欲行此事 是篡国之贼也 言大怒曰 无与汉家报仇 有何不可 赤武士将张杰乱棍打死于殿下 换气类贵道 言启身下殿而去 换卫甲冲 裴秀曰 是以己以 如之奈何 冲曰 天术尽以 陛下不可逆天 当照汉先帝故事 重修寿禅谈 据大礼 禅卫与晋王 上和天心 下顺民情 陛下可保无于以 换从之 遂令甲冲 驻寿禅谈 以十二月甲子日 换亲捧传国喜 立于坛上大会文武 后人有事探约 未吞汉事进吞曹 天运循环不可逃 张杰可怜中国死 一拳怎仗 泰山高请禁王司马炎登坛 授予大礼 换下坛 据功夫 立于扳手 炎端坐于坛上 甲冲 裴秀列于左右 执剑 令曹焕在摆伏地听命 冲曰 自汉建安二十五年 未受汉禅 已经四十五年已 今天陆永中 天命在尽 司马是功德弥隆 集天祭地 可集皇帝正位 以邵魏统 封辱为陈流王 初就金庸城居职 当时启程 非宣赵不许入京 换契险而去 太父司马福 扑外于换前约 陈身为魏臣 终不被魏也 严建福如此 封辱为安平王 福不受而退 时日文武百官 在拜于坛下 山呼万岁 严少魏统 国号大静 改元为太审元年 大舍天下 魏岁王 后人有识探约 晋国规模如魏王 陈流宗祭四山羊 重行受传台前世 回首当年执子商 禁帝司马炎 追使司马懿为宣帝 伯父司马师为景帝 赴司马昭为文帝 立七庙以光祖宗 那七庙 汉征熙将军司马军 军生御章派手司马亮 亮生颖川派手司马卷 卷生经兆引司马房 房生宣帝司马懿 一生景帝司马师 文帝司马昭 视为七庙也 大事已定 美日涉潮既以伐吾之策 正是 汉家成国已非旧 吴国江山将复庚 未知怎生伐吾 且看下文分解